月魂飄向 我们跟你一起 聊聊粤剧名家的演艺生涯 这个人是很活泼的 很活泼的 很热情奔放的那种人 很热情奔放 不难忘的事是太多太多 有开心的有不开心 碰到翌日 好像有一种腰部已经脱离了肉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演员的原因 可以将观众的情绪带着周末 这个是很活泼的 我们带着这些诗 这里是喜奇的 我们带着这些诗 我不想自己永远 我不喜欢 我为粤剧名领的精彩故事 进彩梨园飘香精华版 同周日晚首播 敬请留意 梨园百花盛放 品味月魂飘香 欢迎收看梨园飘香精篇版 我是红彪 再过两天 就是情人节了 我们来完飘香蓝木组 就特别策划了 舞台情侣的情人节特辑 专门为大家介绍 在粤剧舞台上 和舞台下的拍档以及情侣 今天首先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广东粤剧院 专业团的当家文武生梁耀安 和当家花旦麦玉清 他们两个人其中一个性格很低调很安静 另外一个是活潑开朗的 不同性格的两个人在舞台上 他们的合作会不会很有默契呢 在舞台下又是如何互相评价对方呢 这一对舞台情侣之间究竟有什么故事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 2005年 梁耀安正式加入广东粤剧院异团 和当家花旦沐浴清搭档 一人性格低调内脸 一人活潑开朗 异人在性格上的互补 不断在舞台上碰撞出 源源不断的创作火花 在短短几年间 异团在广州、香港、新加坡等地 上演了《瑞黄与壮飞》 《青青公主》、《宝莲灯》等剧目 深受广大戏迷的欢迎 说回《义团》和《青青公主》的拍档 心目中你这位的拍档是怎样的 先评价一下 她怎样说呢 是一个很努力的一个演员 而且很有活力 她又很有追求 她自己很有追求 她也是属于比较勤奋的那种 比较勤奋、比较尚尽 性格上呢? 平时我们觉得青姐 她表面是很柔弱的 即是很丝密 柔弱 你怎样看她柔弱? 你接近她多可能会觉得什么呢? 她的人是很活泼的 很活泼的 很热情奔放那种 热情奔放 现在就说是她了 千杯不醉 面不咏色 反正就能喝得了 这东西是否你都甘拜下风呢? 当然不行 我完全不会喝的 所以很多东西 有什么喝的 她都顶着 我不行的 我以为交際应酬 喝的那种我完全不行的 性格好像两样 你跟她两个不同的世界 你很安静的 是的 我不喜欢应酬 真正斯文那个是你 是的 她的范围相对很弱 很交際 很美的 而且我觉得你耳团的范围挺好的 感受大家好像一家人 我觉得青姐 让我感觉她是 母性很泛滥的那种 母性泛滥 她好像一个妈妈 她对着那些小孩子 她直接当我们像子女 会不会呢? 她是喜欢那种感觉 好像一个大家庭 她就像长辈 带着那些人 又去烧烤 又去做什么 她是很享受 很有无奈的一个人 是很享受的那种感觉 你会和她们一起玩的? 就是烧烤卡拉OK 我就少点少点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这些 她们都经常去玩的 去旅游 又去烧烤 又去 开大食餐 周时有聚会 周时有 哇 耳团真的很温兴 很热闹 好像一个大家庭 我们现在知道了 粤剧演员除了在舞台上演戏之外 在舞台下方 好像我们普通人 平时会约同事一起烧烤旅行 由梁耀安和麦玉清当家的耳团 平时究竟是怎么玩的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 今天的行程是去潮苏家的笑笑 请所有的观众一起参与 十年修得同船道 蒙玉清读信缘分 求生艺坛是原知所致 语人相识共事 感情亦都是因缘而生 蒙玉清家是高门 是广州 同事就是他最亲的人了 他主持议團的时候 经常会组织一些集体活动 以增弹平原之间的友情 和凝聚力 大家相处得十分之融合 平方非常好 方圆人我很舒服